嗨小孩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堂 三年前 小明在中餐厅一句霸总语录 响彻综艺界 和大厨battle 他情商走失 拳往潮后 小明痛定思痛 见肥了去游了收敛了 但在今年 无人在意的中餐厅6 小明 他还是那个没用的店长 让大厨气到疯狂开肉 让观众握紧拳头 这一季的明星阵容 有当了四季店长 人不会做菜的小明 当跑堂的影证 前台迎宾樱桃 厨艺小白 陈丽农 张若南 这群人关系看起来 蛮和谐有爱的 但景气下来 小明 樱桃 影证 承受了大部分网友的火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节目中 他们让人讨厌呢 首先 这一季的艺人处理插进 直接请两位素人大厨帮忙 分别是主厨 詹大厨和烘培师小杨 当处理被素人掌握 而明星嘉宾又没啥用的时候 矛盾就来了 大厨做最辛苦的活 受最大的委屈 詹大厨是知名美食博主 自己开过餐厅 结果节目播出恩气了 他的粉丝都表示 你是去体验变形剂了吗 你真的好委屈 有多累呢 他每天不是抓鸡拔鸭毛 就是在做菜当司机 脏活累活都是自己干 后期一个人去买菜 还亲自跟村民宣传送餐厅 都没人陪他 不会带团队 只能干到子 做菜这方面 嘉宾无法分担 偏偏他们又总对菜品直手画脚 试菜阶段除了引证小明 其他人都做了一道菜出来 而大厨做了好几道硬菜 首先是醉鸡 小明他开始了 不错 但我觉得小朋友吃不了这个 他带点酒又带点牲口 毕竟还是小朋友多 啊 你不早说 你当时在后厨明明听到大厨要做醉鸡 大厨又给了多种方案 那白染鸡呢 不行 他很挑人 小朋友不一定喜欢 红油鸡姜母鸡呢 不行 小朋友不爱重口味 呃 小朋友喜欢吃炸鸡 但炸鸡会不会不健康 可这你们开儿童餐厅呢 当我们小时候没吃过垃圾食品吗 大厨面露难色 最后一个菜都没有入选 结果别人的菜都入选了 明明他们的菜也带辣呀 这群人不会做菜 没能力解决问题 只负责挑刺 啥都不行那咋办吧 搞得大厨都恼火了 最后小明或悉你解决矛盾 你想做啥就做啥 我们都同意 后家伙好赖话都让你说了 这好不好 你别干了 开业几天后 在某次复盘会上 大厨发现烧鸡公这道菜 没配汤勺 为了顾客体验要配上 给大家一道选择题 如果你此时是店长 你会怎么做 A记下了 以后这道菜要配汤勺 B开始甩锅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正常人都会学A 没用的小明直接拿下B 说句公道话 你不给图片不给试菜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难度 我们没有吃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客人说 是什么口味 甚至还给大厨加了任务 你能让我们试菜是最好 第一是要有图片 第二我们吃过了就知道了 大厨无语注了 因为他一个人要做几十盘菜 加上买菜 备菜 偶尔还要给他们当司机 根本没空 每道菜都要做出来试菜 你如果说要我天天做个菜出来 那没办法 我一天不得搞死掉 气氛骤降 全体沉默 最后大厨让步 那你说我要怎么做 结果他们依旧要试菜 大厨召集到坐立难安 那你说我要怎么做 那可以啊 我们该忙到12点就12点 我们来干 你叫我怎么做啊 我忙不过来啊 他们不知道大厨有多累 反倒还增加任务 这个时候张若南提了一嘴 大厨太辛苦 小明就顺着杆子爬了 我为什么一再跟你强调 你可以少做一点 我们多做一点呢 我不就是为了帮你吗 他听不懂大厨的无奈 只觉得大家帮忙就可以解决 但也要看看有没有能力帮忙啊 你们都没人会做菜 大厨立马就反击了 你们做事没手脚 反而帮到忙 你们让我不要这么辛苦 而是你们做的东西没有手脚 你们总是做一件事情 呱唧呱唧在那里 台面又不给我亲 谁来做 搞到12点吗 你们要不要休息呢 大厨呢是个实干派 有问题了也要先干了才能知道 而不是在这里纸上谈兵 偏偏这些明星做形式大于做菜 反倒大厨在厨房忙里忙外 还要收拾烂摊子 最震撼的是某次营业 菜都做了十几盘了还没上菜 大厨急得大声催促 上菜 还要被小明晋升 大厨怕明星受苦受累 拔个鸭毛手脱皮 所以很多工作不愿意分担 讨论到最后大厨撂下狠话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干 不能光在桌子上说说 之后活速回到后厨 气到疯狂开肉 小明这个时候还要过来 问他今天要买什么菜 大厨直接被烦得无法一心二用 第六季了 小明的进步像是薛丁二的进步 虽然他不像以前那么霸道了 但潜意识里还是有点倔 先用领导架子不自觉挑刺 但事后怕被骂又找补一下 他是真的非常不适合当管理者 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前看来他就适合在前台 当个迎宾的吉祥物 跟顾客辣家常 这一季被观众吐槽到 还有樱桃和隐正 隐正其实在这个节目非常能干 作为跑堂 他忙里忙外 而且像个活人 是真的来吃习 也是真的来学习 但他的问题是 情绪不稳定 容易情绪失控 当他看到菜单上的菜上了梅滑 顿时气火攻心 对烘焙是咆哮起来 谁上了舌头饼 上菜为什么不滑 正 希望你保持体重的同时 也要保持情绪稳定 而樱桃第一次上阵秀节目 他对待工作很认真 餐厅大小时他都想提前了解 显得用力过猛 变得有点刻板 少了点人情而显得不讨喜 后面食材环节 樱桃问明天要做几道菜 大厨依旧表示 要根据食材数量决定 当时他急着要去后厨拔鸭毛 怕鸭子僵了不好拔 樱桃不解 就差着五分钟吗 但在大厨眼里真的差 拔过鸭毛都知道很难拔 总结一下 中餐厅这个IP越做越难看 越做越糊 但还在做大受震撼 节目形势大于内容本身 常住嘉宾不选会做菜的 有生活经验的艺人 做菜都交给素人大厨 明星嘉宾只负责打下手 结果还对出力最多的素人提意见指点 而且现在开餐厅也不需要揽客了 改成预约制 六期下来 七期都是千篇一律的高营收和好评 盈利目标轻松达成 没有营收压力 感觉我玩经营小游戏都比他们有压力 更没有顾客矛盾 处处都是明星效应的功劳 比如这98元套仓的烧烤 这么一点98 谁看了不说一句诈骗 如果换作是普通餐厅 迟早要玩 而且节目也做不出什么花样了 现在已经变成了宣传平台 每期请几个嘉宾过来宣传作品 打打下手就结束了 如果这个节目还有下一季 答应我不要再折磨素人了 请几个正正会做菜的 又生活经验的明星吧 还有小明 你是个老好人 但别再做店长了 你对中餐厅有什么看法呢 最喜欢第几季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关注完美 完美在这里等你哦